哈喽各位小伙伴 欢迎进入第五章第四节资本结构的学习 先来看所谓的资本结构 指的是资产负债表本市右边的结构 从广义上来说 指的是全部债务与股东权益的构成比率 而从侠义上来说 它只包括长期负债 和与股东权益的构成比率 短期债务作为云印资金管理 不属于资本的范畴 如果说在资本结构的前例下 企业在寻求最佳资本结构 那就必须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 第二个企业价值最大 理论上来说 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但是在动态的实物中 是几乎不能满足的 再来看一下资本结构四个理论 一个理论 MM理论 这一个理论是最重要的 而这一个理论里面 又分成了两种理论 一个是无税情况下的MM理论 第二个是有税情况下的MM理论 先来看无税的MM理论 首先第一个 企业价值不受资本结构的影响 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 企业的有负债企业价值 等于无负债企业价值 因为无税了 所以你有没有负债 对企业来说都不会产生 抵税交易 第二个 有负债企业的股权成本 随着负债程度的增大而增大 因为有负债企业的股东 比无负债企业的股东 多承担一份风险 这个风险就是财务风险 多承担了这份财务风险 你就需要风险 为报风险报酬 那公式就是有负债企业的股权成本 等于无负债企业的股权成本 加上风险报酬 风险报酬取决于债务比例 这个债务比例指的是财务上的 好 第二个 有税的MM理论 企业价值受到资本结构的影响 表达是有负债企业的价值 等于无负债企业价值 加上负债利息抵税价值 从这两个表达式上可以做出对比 有税的时候比无税多了这一块 毕竟你要考虑到税对于利息的抵税效应 其次 有负债企业的股权成本 随着负债程度的增大而增大 也就是说 有负债企业的股权成本 等于无负债企业的股权成本 加上风险报酬 这里的风险还是指的财务风险 而且这个风险报酬 不仅仅取决于财务债务比例 还取决于企业的所得税税率 第二个理论 权衡理论 调调在平衡债务利息的抵税收益 与财务困定成本的基础上 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最佳资本结构 它在表达式上是有负债企业价值 等于无负债企业价值 加上负债利息抵税限制 减去财务困境成本限制 用表达式表达就是VL等于 为优加上PV减去PV 第一个PV指的是利息抵税限制 第二个PV财务困境成本限制 这个是权衡理论 权衡的债务利息的抵税与财务困境成本 第三个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里面主要指的是股权代理和债务代理之间的成本 在代理理论中有四个内容 要掌握第一个 债务筹资具有激励作用 并且是一种担保机制 可降低所有权与金融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 所以这个就是股权代理成本降低了 因为通过债务筹资 你不再发行股票 那你不发行股票 就不会存在所有权的稀释 以及股东的增加 第二个 债务筹资可导致另一种代理成本 这一种代理成本 就是企业接受债权人监督而产生的成本 毕竟你作为债务人 那另外一方作为债权人 有权来监督你企业的进行状况 是否能够偿还债务 这个就是债务代理成本 第三个 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 有股权代理成本和债务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决定 只有这两个是平衡的关系 才是一种合理的比较优的结构 同时在代理理论下 VL等于VU加上PV减去PV 再减去PV加上PV 这些PV是不能提交的 毕竟每一个PV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VL有负债的企业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价值 加上利息抵税限制减去财务困境成本限制 减去债务代理成本限制 加上债务代理收益限制 第四个 优续融资理论 在这个理论下 企业满足融资需求的顺序 必须是先类后外 先债后股 所谓的类指的是内部筹资 留存收益 这里就首先是借款 发行债券可转换债券 其次才是发行新股 所以说排在最后一位的一定是发行股票 通过优续融资理论 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的单项选择帖 企业筹资的优续模式为 ABCD 先类后外 先债后股 内部筹资排第一位 可以看到 ABCD四个选项中 唯一排在第一位的是D 所以后面的都不用看 只有D选项是正确的 这个题选择 二个资本结构的优化 资本结构的优化 在这一个前提下 我们必须要采用一定的方法 来确定最优资本结构 所以确定最优资本结构 有三种方式 第一个 美股收益无差别点法 第二个 比较平均资金成本法 第三个 公司价值分析法 首先来看 第一个 美股收益分析法 美股收益分析法 能够提高 普通国美股收益的资本结构 就是合理的资本结构 只要能够提高 美股收益EPS 那么就是合理的 其次 美股收益无差别点的计算 是使得两种筹资方式下 美股收益相等到 稀税前利润水平 或者说业务量水平 如果说计算出来 美股收益无差别点 那么我们就要进行判断决策 当稀税前预期的 稀税前利润水平 大于美股收益无差别点的 稀税前利润水平 就要选择债务筹资方案 反之选择股权筹资方案 这一个决策原理 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叫做左股右债 而所谓的左股右债 其实是需要结合图形来进行判断的 我们在后续再来给大家讲 先来看一下 美股收益无差别点的计算 这普通股股数为N 优先股股率为DP 由于在两种不同的筹资方式下 可能会导致I不一致 以及这里的优先股物股率不一样 以及这里的普通股N不一样 所以正是由于这三个不一致 才能使得这两个等式能够做等式 好 根据这个等式 我们就能算出这里的EBIT 而算出的这个EBIT 其实这个可以不用记 因为在计算的时候也是很简单的 那算出来之后 我们就用一种独行来晃 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两种筹资方案 一个是权益筹资 一个是负债筹资 权益筹资是红色的这条线 负债筹资是绿色这条线 而且它的斜率比较高一点 这两个方式的筹资 斜率都是1-T除以N 唯一不同的就是这里的N不同 普通股股数不一样 当它这两个线的焦点出现焦点的时候 也就是每股收益无差别点 每股收益无差别点 横轴对应的就是EPIT 以及纵轴对应的是EPS 每股收益 好 我们现在来进行判别 如果预期的息税前利润大于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 选择哪条线呢 选择这一条线 预期的大于每股大于计算出来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 如果预期的EBIT小于每股收益无差别点计算出来的EBIT 那么就要选择这一条线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选择就是选择上面的这条线 在这个以这个点为分界线选择上面这条 那么这个从图上就可以看到 不就是符合刚才所谓的左股右债了吗 如果在这个点的左边选择股票筹资 如果在这个点的右边选择负债筹资 左股右债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一句话 决策原理 你记这句话 你不如通过记忆的一个图案来进行深化 第二种方法 平均资本成本比较法 通过比较和计算各种可能的筹资组合方案的平均资本成本 选择平均资本成本率最低的方案 这个平均资本成本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公式 将每一种筹资方案的资本成本 乘以在这个组合中所占的比重 整体相加最后就是平均资本成本率 第二个 侧重于从资本投入的角度 对筹资方案和资本结构进行优化 第三个公司价值分析法 公司价值分析法是在考虑市场风险的基础上 以公司市场价值为标准进行资本结构优化 如果能够找到提升公司价值资本结构 它就是合理的资本结构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前面的两种方法 美股收益分析法和平均资本成本比较法 都是从账面价值的角度进行资本结构的优化分析 也就是没有考虑市场反应 也没有考虑风险因素 公司价值分析法适用于 对现有资本结构进行调整 资本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分析 而且在公司价值分析法下 需要做的是寻求平均资本成本最低 企业价值最大的资本结构 那这一个同时满足 刚才前面说过理论上存在 实物中一般是不存在的 那不存在 我们在书上主于理论中 所以要来看一下 企业价值V等于权益资本价值S 加债务资金价值B 首先第一个 假设市场价值B等于它的面值 第二个 假设公司各期的EBIT保持不变 就相当于是永续年金 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S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计算 这个S就等于GBIT吸税前利润 减去利润利息I 整体乘以1-T除以KS 通过这个公式就能计算出 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 这个公式里面 KS等于RF加上β乘以RM-RF 所以出来这两个不同的资本的价值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平均资本成本 KW等于KB KB是债务资本的资金成本 乘以B除以位 B除以位是它所占的比重 乘以1-T因为债务具有抵税效益 加上KS 这个KS是刚才上面计算出来的权益的资金成本 乘以S除以位 这是权益资本所占的比重 整体来说 这就是企业价值最大的时候的计算公式 只要寻求这两个最大 就可以达到企业价值最大 好 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关注我们不迷路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支持